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求全村进行补塞 家中经营旅游业的九十多岁老妇人出现发烧症状后就医 她跟两名儿子PCR结果都是阳性 但是感染源还不明确 村民透露妇人很少外出一次是被儿子传染 确诊者住家附近以及活动区域全面清销 只是澎湖先出现量力确诊案例 现在又惊传家庭群聚感染案 让当地人心惶惶 那有可能是在就是22号之前 他那时候台湾还有 因为他接触的对象比较广泛 可能在那时候有台湾的游客 来这边朋友旅游 是不是在那时候有发生的一些接触 出现确诊案例 幸福不止匡列和家人 有接触的人筛检 也请四周的住户 以及前往当地诊所 看诊的65位民众做快筛 幸好结果都是淫性 接下来还有500位村民全面普筛 就是要尽全力阻止疫情扩散 三岁五号 宇宏亦 田银 彭物报导